朋友们好 行业来到韭菜说 我是韭菜哥 未来五年啊 什么行业是最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呢 比如说 今天我为韭菜哥先举个例子吧 回收行业是一个直赚不赔的行业 你不管你是回收摄制品啊 回收黄金啊 回收汽车呀 回收一些洋洋洋酒都可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回收行业 它是一个钢确性比较强的行业 而且它这个比较 距离前比较近的一个行业 什么是距离前比较近的 就是说很容易变现 很容易把产品卖出去 立刻回收回来的现金的一个渠道 你比如说回收黄金吧 德州这边回收黄金店有一些 大部分都是温州南方过来的 然后你比如说你回收黄金 你260270280一克 你现在回收之后 你回收一卖 直接现在就直接购在300克 甚至现在国储黄金在312左右吧 你回收一卖 这一克里面就有个10到20 甚至10到30块的一个利润嘛 而且这个成本投资比较小嘛 你投资个一两万两三万三五万 这个生意就可以做起来了 对吧 还有一些那个回收明言明酒的 天天在小区民口开这个车 我看了好几个车牌子都是安徽 你比如说你买一台手机 几千块钱三五千五六千够了 对吧 你买个电脑又得三五千 你租革命头房 差不多你得三四千四五千 加上年租月租 加上转让费 没个十万八万你做不起来 这就是重资产了 很多传统的实体店啊 实体工厂啊 为什么都不好 大部分被这些人财务啊 产工消存啊 都给脱离死了 你朋友如果不夫妻 你可以随便回老家问一问 老家那边的二三四五线城市 那个实体店 他们是怎么倒闭的 大部分都是孤零支出啊 占了一大部分 对吧 轻资产你就相对来说投资少了 拿个手机那个APP就OK了 可以绑定 对吧 没多少 能够回收黄金 回收黄金 几百克 你一个手镯 一个项链 一个戒指几十克嘛 差不多几千块钱 万瓦块钱 一两万就可以做一件生意了 但你水手一卖 你可以一克赚个十块 二十块三十块 这一天 一个小年轻 或者一个小中年妇女 都可以挣个几百块 没问题啊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卖不掉 黄金是一个硬通货 国际期货市场里 大动商品 黄金定价 非常不用担心卖不掉 国储黄金 中国黄金 中国黄金都有回收的 这个好销货 还在说那个回收废品 回收其实零不见 非常快 建议很快 转平快的生意 比较好做一点 然后适合小中创业 你千万不要去随大溜 人家开个这样的店 你也开个这样的店 你光加盟费 没个三五万 你就拿不下来 韭菜哥小区门口 开了一个周先生 那个煎饼果的店 听那个小女生说 他给他 姐姐他两个嘛 还有他妈妈一起卖 光加盟费 就三四万嘛 加上门头装修啊 加上买人家原材料 这个店开起来 没六七万开不起来 你还要两三个人一直忙 对吧 没多少利润 轻私产的就不一样了 轻私产的话 就投入很小 但是产出比 还是比较高一点 未来 主题和预言 或者是判断吧 你一些 做赚钱的生意 并不一定是大而强 或者大而肥 并不一定强 对吧 有一些是 简单 可复制 可操作 小而美的一些生意 是比较赚钱的 你比如说这个 回收行业 就是一个比较赚钱的行业 如果有朋友们 认同韭菜哥说的这一点 请朋友们在下面 评论 留言 点赞 并订阅 这里是韭菜说 我是韭菜哥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朋友们收看 再见 拜拜 再见 下期再见